玉城基金会旗下的慈佑庇护工厂 他们除了有烘焙门市之外 平常也会带坐餐盒或者是礼盒 但是疫情的影响很大 每个月都是亏损的状态 这次五倍券特别推出了优惠 希望可以吸引民众多多采购 慈佑庇护工厂的员工正在加紧包装餐盒 这次由爱心团体订购大量的餐盒 给予他们实质上的支持跟鼓励 因为前阵子的疫情 真的让庇护工厂连连亏损 因为最近这个营运 疫情以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惨 好在有中秋的这一档 可是呢 这个几乎打平 可是因为每个月都是亏损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 随着五倍券的推行 慈佑庇护工厂也推出优惠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以纸本的五倍券 来到慈佑庇护工厂的门市消费 包括慈佑庇护工厂 我们也有这个五倍券的消费专案 那我们其实是很优惠 这个只要你这个购买慈佑的产品 那我们就会送出非常丰富的这个礼物 所以也希望大众能够多加的支持 这次的优惠活动 除了以纸本的五倍券购买半手礼 可以买二送一之外 门市购买任何的面包 糕点或是礼盒 通通都有66折的优惠 相当的划算 记者房间凯琳锦于五股采访报导 这次的优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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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